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一款既漂亮又非常好吃的草莓果酱曲奇饼干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做吧 首先准备温室软和好的黄油 150克糖粉80克 先用硅胶铲按压均匀 再开电动挡热器打发至体积明显变大 颜色发白 一个鸡蛋45克分两次加入 用电动挡热器每一次都要搅打均匀 再锅筛加入280克低筋面粉 先用硅胶铲上下按压均匀 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把它平均分成18克一个的小鸡子 右手给它团圆 全部做好依次摆入烤盘里 用大目手指在中间按压一个小窝 上面挤上一层草莓果酱 送入体内预热好的烤箱中层 上火165下火155烤25分钟 这样做法既点的又非常好吃的果酱曲奇饼干就做好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一款超软的牛奶吐司 一次性发酵也超级的柔软 超级的拉丝 打开里边的内部组织也超级的细腻绵软 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做吧 和面机中加入250克高粒面粉 20克白糖13克链乳 3克耐高糖椒木粉170克冰牛奶 30克全蛋液起动揉面程序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加入3克盐20克黄油 继续起动揉面程序 直到可以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不用饧面 平行分成三等份 在案板上滚圆 取一个面积给它擀成长方形面片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全部做好 再取第一个面积 几口朝上 继续给它擀成一个长方形面片 底部扒薄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全部卷好 依次摆入450克的吐司模具中 盖上保鲜膜 饧发至气氛满 醒完好的面胚盖上盖子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最下层 上火150度 下火185度 烤32分钟 烤好后轻摔两下 立即倒扣脱膜 哈喽 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非常好吃的芋泥毛巾卷 喜欢的给我一起做吧 首先 准备一个大芋头 一个紫薯去皮切片上锅蒸熟 蒸熟以后倒入料理机中 加入100克淡奶油 20克炼乳 20克白糖 50克纯牛奶 用料理机打成泥 装入裱号袋备用 大碗中倒入50克热水 5克紫薯粉 20克白糖打入两个鸡蛋 搅拌均匀 65克低筋面粉 25克玉米淀粉过筛到面糊碗中 搅拌均匀 加入180克纯牛奶继续拌匀 20克黄油隔热水融化 边倒边搅拌 搅拌均匀以后 用面糯过滤一下 薄饼机提前预热 沾上面糊 翻过来 用硅胶杆赶紧把四周抢起来 鼓起大泡 倒扣晾凉 全部做好备用 一个无水无油的盆中 倒入300克淡奶油 30克白糖 用电动奶奶器打出纹路清晰 取三张皮倒扣重叠 抹上一层奶油 上面挤上一层芋泥 两个边往中间对折 贴一头卷紧卷起 全部做好 摆入盘中 盖上保鲜膜 放冰箱冷藏两个小时以上 这样非常好吃的芋泥毛巾卷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 赶紧动手制作吧 哈喽 大家好 上个视频给大家更新的是豆沙一口酥 今天又给大家分享 咸天交错又非常好吃的 椒盐一口酥 喜欢吃的 跟着我一起做吧 先来和个水油平面 碗中加入150克普通面粉 20克细砂糖 65克清水 先用筷子给它搅成棉絮状 再加入45克玉米油 下手给它活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多揉一会儿揉到面团特别光亮 盖上保鲜膜松弛半小时 接下来再调油酥 碗中加入100克低筋粉 35克玉米油 给它抓搓成油酥面团 盖上保鲜膜松弛半小时 再来调个椒盐馅 炸至鸡中加入35克黑芝麻 给它研磨成粉状 倒入大碗中 再加入35克花生碎 5克椒盐粉 30克细砂糖 120克熟面粉 30克水仪 70克玉米油 15克清水 给它抓拌成团即可 面盘备用 把松弛好的水油皮面 在案板上擀薄 包上油酥面团 像包包子的手法 收口处收盐紧实 用擀面杖给它擀成长方形面片 两个边往中间对折 折四折 继续用擀面杖给它擀成长方形面片 同样的手法 两个边往中间对折 折四折 继续擀成长方形面片 用刮刀从中间给它切开 取其中一条 放上刚才做好的胶眼馅 两个边往中间对折 收口处捏紧实 翻过来整理一下 用一个切菜刀 上下推拉的方式 切割成大小 相同的小面积摆入烤盘 上面刷上一层蛋黄叶 再撒上点白芝麻点缀一下 送入天间余日好的烤箱 中下层上下火180度烤30分钟 这样咸甜交错又非常好吃的 椒盐一口酥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 赶紧都说制作吧 哈喽大家好 今天就带大家做脆底蜂蜜小面包 底部酥脆 面包体柔软拉丝 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做吧 我们鸡肉加入400克高筋面粉 25克奶粉 50克白糖 4克奶高糖椒母粉 打入一个鸡蛋 200克清水 启动揉面程序 揉到光滑的面团 再加入3克盐 35克温室软和好的黄油 继续揉面 直到可以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再来调个脆底 容器中加入20克白砂糖 20克白芝麻 给它拌匀 放一旁备用 把和好的面平均分成12等份 取一个面积给它擀成长方形面片 底部扒薄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全部做好 再取第一个面积 剂口朝上 继续用擀面杖给它擀成长方形面片 底部扒薄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用切面刀给它从中间一切为二 先蘸上一层蜂蜜水 再蘸上一层芝麻白糖 烤盘刷油 全部做好 依次摆入28x28的方形烤盘当中 盖上保鲜膜醒发至1.5倍大 醒好的面坯的缝隙中 给它放上点黄油 表面刷上一层全蛋液 撒上点白芝麻点缀一下 送入体验与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火165度 下火215度 烤25分钟 这样非常好吃的脆底蜂蜜小面包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赶紧动手制作吧 美食每天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万能卡士达酱的做法 也可以直接吃 做法非常的简单 碗中放入两个蛋黄 25克白糖 250克纯牛奶 搅拌均匀 再加入15克玉米淀粉 继续拌匀 用蜜漏过滤一下 倒入锅中 小火不停地搅拌 慢慢地会变得很浓稠 一直搅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把它倒入无水无油的碗中 密封保存起来 明天带你做好吃的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一款既柔软又非常好吃的 奶酥吐司面包 里面加入了满满的奶酥馅 真的是超级好吃 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做吧 活命集中加入 250克高丁面粉 40克白糖 10克奶粉 3克奶糕糖椒母粉 25克全蛋液 140克腿牛奶 起头揉面程序 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加入3克盐 25克温时软好的黄油 继续揉面 直到可以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整理一下 盖上盖子 饧发至两倍大 饧面的过程中 再来调个奶酥馅 55克温时软好的黄油 25克糖粉 用电动暖的气打至微发 加入25克全蛋液 继续搅打均匀 再加入60克烘焙奶粉 用硅胶铲按压均匀 放一旁备用 饧好的面 按压排气 平均分成三等份 取其中一个面团 擀成长方形面片 上面给它抹上一层奶酥馅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底部扒薄 收盐紧实 全部做好 依次摆入450克的吐司模具里 盖上保鲜膜 醒发至巴菲满 饧好的面胚 上面刷上一层全蛋液 用剪刀从中间给它剪一道口 像视频中的手法 上面给它挤上一层软和好的黄油 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上火150度下火160度 烤40分钟 出炉以后轻摔两下立刻倒扣脱膜 这样超级柔软的奶酥吐司就做好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咬一口超满足的酥皮大泡芙 碗中加入50克温适软和好的黄油 30克白糖 搓匀 再加入60克低筋面粉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把它分成10克一个的小剂子 上面垫上一层西油纸 把它全部安成饼 全部做好 放冰箱冷冻备用 锅中加入110克清水 50克黄油 5克糖 1克盐 煮到黄油完全融化 迅速倒入60克低筋面粉 朝着一个方向搅拌 把面糊烫熟 搅拌至面糊光亮细腻 锅底结一层薄膜关火 把它倒入容器里 晾至不烫手 两个鸡蛋搅散 把鸡蛋液分三次加入面糊里 每一次把面糊搅拌均匀 再加下一次蛋液 开始搅拌的时候有颗粒状 不用担心 直接搅拌即可 一直搅拌到面糊细腻光亮 提起硅胶铲来不易滴落的状态 装入裱花袋里 把它均匀的挤入烤盘里 盖上提前冻好的酥皮 放烤箱中盛上下火180度烤30分钟左右 烤好以后取出来晾凉备用 无水无油的盆中加入300克淡奶油 30克白糖 用电动暖来器把它打发 打至纹路清晰装入裱花袋 把泡芙底部扎一个小洞 把奶油冲入晾凉的泡芙里 这样非常好吃的酥皮大泡芙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给个小爱心呗 美食每天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无水的海绵蛋糕 表皮酥脆 内力超级的柔软 超级的好吃哦 喜欢的跟我一起做吧 盘中 5个鸡蛋 110克白糖 开用电动暖来器搅打至白糖完全融化 再加入10克蛋糕油 继续用电动暖来器搅打均匀 再锅筛入140克滴滴面粉 2克泡打粉 先用电动暖来器按压一下 继续用电动暖来器高速打发 直到提提暖来器 纹路不易消失的状态 再加入15克玉米油边倒边搅打 搅打均匀 装入裱花袋 模具底部刷油 把面糊挤入模具巴飞满 上面撒上一层白芝麻 这两下真出底白的气泡 放烤箱中层上下火150度烤30分钟即可 这样非常好吃的无水小蛋糕就做好了 喜欢的学好伴赶紧收藏制作吧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无水南瓜小蛋糕的做法 做法简单 蓬松轩软特别的好吃 喜欢的跟我一起做吧 首先准备 一块南瓜去皮洗净切成片 上锅蒸熟 蒸熟以后把它压成泥备用 一个无水无油的盆中打入三个鸡蛋 80克白糖 100克南瓜泥 用电动暖来器打发至白糖完全融化 加入10克蛋糕油 继续用电动暖来器打发均匀 再过筛入130克低筋面粉 两克无铝泡打粉 过筛到面糊碗中 先用电动暖来器轻轻搅拌均匀 再开打来器继续搅打 打发到面糊颜色发白 体积明显变大 再加入40克玉米油边倒边搅打 搅打均匀 装入裱花袋 模具里刷上油酥 把面糊挤入模具中 上面撒上一层白芝麻 这两下蒸出里面的气泡 放烤箱中下层上下火160度烤25分钟 烤好后取出这两下 这样非常好吃的南瓜小蛋糕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 赶紧收藏制作吧 美食每天更新 哈喽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做全麦的汉堡胚 做法既简单又快捷 也超级的柔软 真的是零失败哦 喜欢的跟着我一起做吧 我面积中加入200克高筋面粉 50克全麦面粉 50克白糖 3克奶糕糖浇母粉 打入一个鸡蛋 120克纯牛奶 启动揉面程序 揉成光滑的面团 再加入3克盐 30克温室软和好的黄油 继续揉面 直到可以拉出一层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不用醒面 直接拿到案板上整理一下 平均分成6等份滚圆 取其中一个亥宝胚 蘸上一层清水 再蘸上一层芝麻 全部做好 依次摆入烤盘里 醒发至1.5倍大 送入天年预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下火180度烤15分钟 这样做法既简单又好吃的汉堡胚就做好了